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o哥 那今天呢 刚好有点时间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在市面上面有一个关于劳力士的谣言 就是关于百四川GMT劳力士这款手表 它准备要在2020年停产了 那对于这个消息呢 我是怎么看呢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那这款手表呢 其实在市面上面已经很久了 那如果它最近说要停产的话 我其实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对于这款产品呢 我自己是一直是比较大的一个关注度 这款手表呢 大家手上面是好看 辨识度非常高 在路上面呢 你如果对面有一位朋友走过来 他带着这个百四川的话 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其实这样一款产品呢 在劳力士的产品线上面 是一款就是类似于标志性的产品的存在 那么这款产品呢 如果说在2024年停产 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呢 最大一个争论点就是在于 这款产品停产的原因是什么 那很多就是一些非官方的一些渠道呢 就是说这款产品要停产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红色的那一圈陶瓷 那个成品率太低 这个我是在劳力士的一个专柜上面 跟就是柜姐他聊了一下 他的意思呢 也是说这个产品率低了 是导致现在货量那么少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这种这种情况下呢 它停产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倒觉得并不是 这个产品率低的这个问题 并不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更新迭代吧 毕竟就是雪碧川刚出来 而且产能方面呢 我觉得劳力士是要把更多的产能呢 放到那个可乐川 那个雪碧川上面 因为雪雪碧川 它虽然说是在2022年出来 但其实现在虽然说产能呢 就是往上提了一下 提了一些 但你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它总体来说产能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在2024年展望来说呢 就是雪碧川可能 劳力士会加大很多投入在这款手表上面 对于百事圈呢 它要停产呢 其实我觉得不意外 这种情况呢 很多人问我就是这款手表停产呢 会不会导致它那个价 价格往上提 说的是二级市场的那个价格 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到不一定会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增幅 但是去到一定的空间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再往上涨很多 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所有现在所有的那个来与市手表 它的一个溢价也好 它的一个溢价也好 它主要要影响它的 的原因是主要是市场的一个供需 主要是现在那个市场的太疲乏了 二级市场上面的价格呢 就是往往下跌的那个程度还是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当年所谓一个就是手表之王 那个滤金迪嘛 滤金迪最高的时候炒到80万人民币 但现在它的那个行情价大家是永不共睹的 那你说它已经停产了 那是不是导致它应该 它的那个价格要往上要再增一些呢 但实际上都不是 它是往下跌的 而且这个情况啊 往后还不一定说跌到哪里 所以呢 总体来说我就觉得它不会啊 就往上升多少 总体来说这款手表的那个停产呢 是会令很多人会有点遗憾 毕竟可能都没有在专柜上面拿得到 二级市场又忽然间它价格又往上增了那么多 那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灰心 就像当年那个可乐川就红黑的那款停产了 它不还是出一款那个百事吗 然后出完百事之后不是出一个雪碧圈吗 那将来它可能会出一些更加标志性的 更加转奇 就是颜色比较突出的 有特性的这样一些手表都会推出来 那其实一代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所以我觉得就将来的话 会有一些新的手表在市场上面也不一定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款手表的那个停产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就是 所以呢总体来说这款手表的那个停产呢 大家不要太失望 毕竟很多的朋友可能不一定拿到 但是呢 其实所谓长厢后浪推前浪的 那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手表 更加有那个标志性的一些产品 劳力士会推出来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然后对我的视频呢 感兴趣的朋友就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